给它比较轻 算是帮它 一下这个 哈喽大家好 了不起的阿然又上线了 今天呢又是一期富贵中国菜系列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上海家老牌餐厅西郊五号 之前呢在西郊五号出现了一场天价的晚餐 当时还引发了一个热议 那最近呢却高五号的主旅人孙兆国 在外滩边新开了一家餐厅孙Table 到底能吃到什么好东西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罗子吧 像酱鸡干烤鸡干这些 相信大家应该很多都吃过 但是这道是醉鸡干 它在酱鸡干的风味之上又多了一些酒香 关键是它这个鸡干处理得非常嫩 软扑扑又很绵密 甜鞋适中 有点糖心的 白切蘸姜鸡配花生油条的酱汁 店里特地选了300天的散养鸡 所以它的鸡皮紧致 鸡肉紧实 夹一块鸡肉在蘸料里面滚上一圈 包裹上满满的芝麻 鸡肉耐嚼 入口混合着花生油和芝麻 整个就是简单富裕的香味 下一道酱爆花螺 花螺肉个个饱满肥厚 肉嘟嘟的感觉像是在吃鲍鱼 搭配了大头菜和青红椒 入口爽脆Q弹 除了螺肉本身的清甜 咀嚼后唇齿间居然出现令人惊喜的焦麻感 所以这一道我很喜欢 下一道卤水套肠 这一道只是看外观的话 真的和平常的卤小肠卤肥厂很像 没想到它的很亲密却是这样层层叠叠的 少说有十几层 不同于普通的是一根小肠套 它这个是小肠套肠头 一口咬下去 感觉满嘴流油 但是又香而不腻 回味卤质 还有一些清甜 绍兴酒醉白米虾 实话说一次性吃到这么多 这么大的白米虾还是第一次 因为是一早运过来的 所以特别新鲜 绍兴酒醉过的野生白米虾 软乐清甜 和富山白虾的口感还蛮像的 Soon Table做的不单单只是一种菜系 像前面福建风格的套肠 江州的醉虾 还有这来自云贵春的腊排骨 这个椰山很香 很香 它有点像腊肉的那个味道 孙贵还没馅 ensuite会加久 尤其哦!海胆 鲍鱼上面点植着绿色的是泡椒 旁边3滴点着的是意大利的黑醋 这一道基本上就是可以想象到的味道 鲍鱼弹嫩 海胆丝滑又甜 反正这种一搭配就是不会出错 用顶汤来烫西施杯真的太棒了 如果你以为那条透明亮鲸鲸的是鱼翅 那可就错了 这是它自己的 它说是什么贝壳里的某一个 它说只有长几年才会有那个 这个顶汤真的太太太太鲜了 它的感觉就是像在上汤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浓缩 虽然这个海胖被烫过 它一点都不影响它的嫩 腼腆软和的质感 有点像鸟背和北漆背 Phew 是的 这把刀就是用来切这只鲜豹 鲜豹的个头大 肉又贼厚实 但我觉得鲑鱼肉太厚了 不是特别入味 而且嚼起来比较费力 反而不如把米饭加进去 拌上这个香喷喷的干爆汁比较让人喜欢 有没有喜欢回锅肉的朋友 弹幕扣1 那你们真的有机会要来试试这道回锅爆片 它是用鲍鱼片代替五花肉来炒的吗 看起来也像是 对也不完全对 因为这道在炒的时候其实是加入了五花肉 但是最后把五花肉全部都剔出来 鲍鱼片裹着蒜苔一起 吸饱了五花肥美油润的香气 好一道下饭菜 那熟悉我的老粉都知道 我特别喜欢卤彩的大虾烧白菜 这一道的灵魂不是大虾 而是吸饱了虾膏虾黄汤汁的焦冬白菜 SUN TABLE的白菜烧的是偏脆甜 我个人还是更喜欢卤彩偏棉糯的那种 不要不要叫你上面叫你当中 叫当中你可以的 可以的可以的 这一道鲜笋腊肠蒸黄鱼 慢下还不错 只是吃起来腊肠偏硬 鱼肉偏肝实在爱不起来 下面这道炭烤澳洲和牛可是大领导同款 一牛三吃 分别搭配了自然辣椒粉 青柠和黄芡木酱 英文是刷了酱去烤 所以它原味吃起来特别像美国的猪肋排 有一抹蜂蜜红糖感 有多少朋友吃过棕榈芯的 弹幕里举个手 我才一定没有人摸过棕榈芯的外衣 这个手感真的太好了 巨柔软很像鸡皮的质地 之前在Stone Soul吃过的是青炒棕榈芯 今天试试烤棕榈芯 这一口下去整个一水连云的脆甜 口感接近苹果笋 但是比苹果笋更甜 接下来的这一道几乎获得了全场最佳的容易 看似平平无奇的小炒花菇王 这一口还吃得吃 是吗 嗯 这个是肥肉的 嗯 是吧 它有肥肉的口感 它吃起来就很香 嗯 就有味 有一句话叫什么呢 食材好 食材好 嗯 食材吃起来 后面食 就后面食材人 材材好 嗯 这道花菇王简直一绝 加入鲜鸡汁爆炒 花菇肥后的肉身所住所有鲜味 软嫩松脆的口感真的好像一块肥肉 这妥妥一枚鲜味小炸蛋呀 接下来的一道也是可以推荐给福和会的 烤过的玉米笋 上面淋上新鲜玉米打成的泥 最后收尾的蔬菜 取自广东的水冬大芥菜 芥菜叶子磨碎做成汤芝拎的上面 这更精液化果实 可以偏向春天 有春季菜 芥菜新鲜爽脆 有一点像椒白和萝卜的混合体 餐后甜品上了我爱的橙皮红豆沙 红豆熬的酥烂 橙皮用了是新绘40年的橙皮 当天红豆沙里米还加了一点点姜汁 喝到胃里整个人热乎乎的 哎 确实不错 比我预期想要的要好很多 好啦 那本期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喜欢的记得关注了不起的阿人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店里还有很多非常鸡皮 一桶干包 感谢你的朋友可以来试一下